7月6日15时许,湖南华融洞庭湖决堤处开始进行溃口河龙封堵 当地防训抗旱指挥部已从各乡镇调集400台以车带舱车辆填堵 紧急调运10艘自泄驳,40艘平板驳在地外填充沙卵时封堵 省市县已累计调集各类救援人员3000余人 目前,封堵溃口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记得在团州院洞庭湖大地溃口处看到 地坝两侧的水位以基本直平 卡车载的石块陆续倒进了溃口处 再由退土机逐步填平向前推进 封堵溃口的工作已经开始 在溃口的另一侧同样有供车车在作业 目前,绝口处正紧急调度开展双向近站 只将物料倒入溃口处进行封堵 记者从中国案能获悉 截至6日23时,绝口左岸近站13米,右岸近站10米 数据仍在持续更新中 我们在两岸,左岸右岸 现在在做果头,果头完了以后 现在已经开始进站了 构西按照我们既定的方案 一个是水上我们还要抛田 现在水上抛田采取大船的方式 然后岸上采取两岸还进站双向力度 封堵现场 水文部门仍在绝口附近进行实时监测 湖南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四级调研员宁兵武告诉记者 目前洞庭湖正逐步退水中 现场数据显示 内湖的下泄流量达到了200立方米每秒 之后,水文部门将对院内排涝水位进行持续监测 对排涝完成时间做出评估预判 根据我们的指挥组的需要 我们就监测了那个溃源的溃口的水下地形 大概估算他们的那个溃源的需要的多少 那个土房量出国估算可能大概要六万房吧 现在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要需要两个小时 垂直我们后面的宽度的变化情况 还要监测一个上线 就是那个内体的水位变化情况 非常好 这是一个水位 有论us 这么嘗 不像 现在朝 morning 你就能处理